飞机现在已经降落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将会出席成都第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并对中国进行访问 那么在停机坪上 140多位大学生是挥舞着中阁两国的国旗 大运会的会旗和花束彩带 表达了对于远道而来的 加里巴士维利的热烈欢迎 今年是中阁两国建交31周年 作为传统友好合作伙伴 格鲁吉亚也是最早支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加里巴士维利此前也曾经多次表示过 阁方钦佩中国取得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期待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 打造地区合作走廊 让我们也祝愿加里巴士维利此次赋予青春活力的 希望中国之行有更多新收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